佐助回到过去终于将真相告诉给了哥哥 此时佐助手握千鸟向右发起了最后的冲刺 右本想反击 却突然口吐鲜血跪倒在地 但在佐助靠近他之后 一群乌鸦突然扑杀而下 借着鸭群的掩护 那只带有直水眼睛的乌鸦悄无声息地混在其中 佐助上前一拳打在右的腹部 右跪倒在地却露出了惨淡的笑容 但就在乌鸦对佐助使用叠天神的前一瞬 佐助却突然将右拥入怀抱 之后轻声说道 已经够了 哥哥 你的事情 我全部都知道了 之后佐助将右的真相一一说出 右的内心久久无法平静 看着眼前已经超越自己的弟弟 他欣慰地笑了 但却又留下了悔恨的泪水 如果当初他能和佐助袒露心扉 或许父亲和母亲就不会死去 一族也有更好的出路 往事佐助早已释怀 但兄长之类 还是让佐助触景伤情 右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他请求佐助将他送到另一个世界给族人们赎罪 闻言 佐助却语出惊人 这一次我要让哥哥留在我的身边 就在佐助准备对右袒露心扉时 黑色漩涡突然在半空中卷动着 带土强势袭来 和前世一样 他打算收回右的眼睛并将佐助带回去 但此时佐助早已不是当年的佐助 更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另外一个黑色漩涡再一次搅动着时空 大蛇丸和兜等人闪亮登场 都释放木盾将带土牢牢卷住 大蛇丸则是护在佐助身前 这时佐助突然揭穿了对方面巨下的带土身份 带土瞬间愣在了原地 都趁机发动步刀倒命将佐助等人带回了基地 等带土反应过来 他手心不由地留下莫名的汗水 好在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缓解了他的尴尬 原来是雨水 也是 我雨之波般怎么可能因为曲曲雨之波后背而流汗呢 他命令一旁的黑白绝流一团脏的动向 因为他接下来要收回止水的右眼 佐助等人回到基地后 大蛇丸对右的身体进行了全面的检查 他自有方法治好右的绝症 但要先前往龙地洞一游 此时曾经背道而驰的两兄弟终于能坐在一起了 久过三旬 佐助开诚不公将未来四十年的事都告诉给了右 他本是应该消逝的亡灵 应机缘巧合重生于这个时代 打败那些天外强敌 守护人界便是他要做的事 为此他需要哥哥的力量来帮助他 又静静地聆听着 他至今才明白 曾经他自诩背负的一切 和佐助肩上的重担相比简直不值一体 两行空灵的眼泪顺着右的泪沟滑落 虽然你经历过惨淡的未来 但是我还是想说一声 你能活着回来 真的是太好了 望着又此刻哭泣的背景 佐助脑海中不由回想起了带土当年的话 他心里暗暗的启示 这一次一定要守护住有幼灾的人间 而又后面也将成为佐助最得力的助手之一 大蛇丸将用他的秘书为他移植上止水的双眼 一阵寒暄后 又也算是初步融入了佐助的团体 又同意了大蛇丸帮他开启永恒万花筒的计划 因为他知道要想帮助佐助 这份力量是不可或缺的 如今只要赶在带土之前击败团葬 就能凑起止水的双眼